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整理跟震荡 但主要是等待这礼拜美联储的利率决策 市场上其实对于美联储这周的一个升息 不管是0.75个百分点 甚至升息四码来到一个百分点 我再提醒大家市场是效率的 效率市场会把我们已知现在发生 甚至未知的信息进行一个定价 所以理论上我们要观察 这礼拜的升息 反正不是三码就是四码 虽然感觉很轻松 但基本上已经被市场完全定价 现在观察两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升息完之后 美元正在转弱的颓势 会有什么样的方向 第二个 9月份会不会是美国这一次 加息周期的最后一次 这是美国加息的最后一次 所以我们今天要从上个礼拜五 包括了美国包括了欧洲区 公布了最新采购今年指数来做观察 大家要了解到 因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 分别是美国跟中国 中国是防通胀 美国是怕失业 所以中国在通胀可控的情况之下 或通胀有危机当中的过程 有危机 有风险过程当中 可能会把失业率放手 除非失业率失控 不然防通胀的大方向 主旋律不会改变 美国是怕失业率 所以除非通胀爆掉 不然美国不会牺牲 就有机会 现在很妙 因为中国防通胀 美国防失业 可是现在通胀跟失业都在低档 可是我们看到 中国的失业率不断的攀升 美国的通胀 更是已经爆到九霄云外 现在就很妙 本来是中国防通胀 美国防失业 现在反过来了 美国无暇顾及失业率 只能面对通胀压力 而中国现在无暇关心通胀 比较关心的是 整个失业率大幅的抬升 所以对于货币政策的步调跟机器 就产生了跟过去正常的周期循环的一个背离发展 所以今天我们要观察 在这个前景当中 中国不降息 而美国升息接近尾声 会有什么样的发展 第一个我们看礼拜五 美国公布的最新的采购今年人领先指标 包括了服务业 包括了中文 PMI都双双跌破 只有制造业目前还维持在50以上 我们从这个数据做观察可以看到 第一个美国制造业虽然是52.3 但比6月份前指 7月初指来的低 是创下25个月新低 服务业是跌破了50的中建值 来到了47 创下26个月以来新低 所以目前美国服务业的状况 跟当时爆发新冠疫情没有差别 我们在2019年 当时年底预估的一个更年更月的变盘 没有想到恰好出现了新冠疫情 对全球市场的干扰 那当然人为的刺激 不管美国的超量化的宽松 甚至三轮的财政刺激 的确暂时把美国经济给救回来 那这个美国的股市金融市场 是全面性的创新高 创新高 再创新高 可是言论的王要来催你的命 要来收你的命 不管你再多刺激 它还是会打回约点 所以我们看目前美国服务业的态势 似乎要慢慢摆脱新冠疫情的干扰 新冠疫情的利空 跟刺激的利托 综合之后 还是要回来历史周期的变化 所以目前美国服务业 快速探底的局面到底会发生什么样的鬼故事 这边就要配合人为的干预 跟影响会冲击有多大 好 我们看一下 美国PMI的初值 不管包括我们制造业服务业 两项做观察 在美国GDP比较高的是服务业的GDP 目前整个服务业 不管从新订单 集压订单 甚至就业产出 都在快速的下滑 所以我们可以假设一个周期论 其实美国的周期 从2019年第二季之后 就开始往下 所以为什么在2019年第三季 鲍威尔会从原来的缩表开始放弃 甚至出现三次降息 因为在2019年年末 2019年末应该在这边 2019年年末 在这个位置 其实就是一个周期下滑的过程 而这个周期下滑将我们拉得更远 它是2008年扭曲政策的一个 总结或买单机会 它本来就一条旋律要往下 美国的经济 美国自然价格泡沫化 其实已经难以为继了 虽然试图紧缩 试图退场 试图加息 可在2019年的第二季 所有的急救政策都已经失效 在第三季鲍威尔再度出现连续三次降息 可是其实没有办法阻碍 没有办法停止美国经济下滑的趋势 结果发生的事情 大家就知道了 在2020年第一季出现了新冠疫情 就这一块 结果美国又打了一次强心针 又进行了一个叶克姆的安装 把美国经济给硬拉回来到这个区间 可是事实上 我们要注意 主趋势没有改变 假如我们把这一块挖出来看 它本来就是一个周期下滑的自然过程 市场按照自己的节奏再做调整 可是新冠疫情的干扰 让整个市场的机制 在过去两年失灵了 假如我们把这个图放大到这一块整装图 这是2008年本来就应该做的市场出经 在多轮的QE政策之后 扭曲了这种周期 所以一个是大周期的币安往下 一个是小周期的往下 其实发生在2019年的秋天 发生在三年前那个秋天 当时其实美联储 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当时美联储7月8月9月三次降息 甚至结束了缩表 其实早在那个时刻就看到美国出现一个 长周期的下滑 跟商业周期短周期的下滑 只是新冠疫情的干扰 让整个周期又被扭曲 好 各位朋友现在就来了 因为长周期还在往下 而短周期在这一次看上去是救不了的 所以我们从美国服务业看得非常清楚跟明显 这一波的景气有短周期下滑 有中长周期的下滑 共振 然后这个共振 目前正在逐步发酵 我们跟制造业也是一样 制造业现在也在下滑 虽然还没有跌破50的扩张区间 可它缓步下滑的趋势 其实仍然非常非常明显 假如拉回到我们资产的一个观察 做掌握 就是我一直提醒大家 由价85到90块这个区间 一旦被跌破 从原来的估值修正 就会进入主跌段的EPS的向下调整 甚至包括企业前景的下修调整 那这事情应该就是第三季末到第四季初会发生 所以最近我们就耐心等待 观众你看这每天不会动 你做多也不对 做空也不对 当然在大周期的背景之下 有些小周期的变化 我们上礼拜还特别提到 这个邮轮的租金不断创新高 这个大陆也是全球最大的邮轮的集团 在今天的股价刷新了近15年的新高 包括了招商轮船 包括了中原海能 今天股价从日线 从周线 从月线角度观察 都在往上做突破 往上做突破 今天已经有越来越多消息 开始提供 开始分析 就是全球的邮轮 错过了两次投资周期 错过了两次的投资周期 一次应该是算在2014到2016年 第二次就是现在 两次的投资抽期的错过 会对于邮轮全球的供给跟需求 产生巨大的风险或缺口 那是小周期的问题 我们当然有个地方大家做掌握 另外看大周期 各位朋友 我们小周期都看得到 大周期一定也看得到 这个周期是变然往下的 所以这个景气 初跌段 主跌段 末跌段 从初跌段到主跌段的交叉 过程当中观察油价 所以油价的变化是特别明显 这要特别提大家做留意 好 我们再看一下欧洲的PMI 欧元确PMI服务业来到50.6 制造业来到49.6 综合PMI也同步跌破了50的中介值 所以我们看到了欧盟 看到了美国 现在综合的采购经理人指数 都跌破了50的一个位阶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 我们再细分 包括了德国跟法国 特别是包括像德国跟法国 目前制造业都跌破50了 德国的服务业更是领先于法国 跌破了50的收缩区间 所以先从德国做观察 目前来讲 它的收缩跟紧缩的情况 远比法国更为严重 可大家不要忘记 在景气下滑的过程当中 欧洲央行上一周 决定启动12年以来的首度升息 这叫做雨天收伞 观伴你懂意思吗 这叫雨天收伞 而这个收谁的伞 是收全经纪的伞 当整个景气 不管是制造业服务业 在收缩的过程当中 进行了加息的发展 当法国包括了制造业服务业 分别创下了20个月 跟45个月新地的时候 结果欧洲央行是进行加息的动作 所以我不断听官媒要注意到 这一波加息是没有办法避免的 这一次全球资产价格或市场的出金 是难以避免的 所以不要为了几天的反弹 就改变信仰 但你也有耐心等待主跌端的到来 因为按照一个月 美国股市跌幅超过10% 跌到年底 美股市就升到零 所以我们在5月份 在6月份 都有透过长期的统计的数据 跟他报告 长空不会出现 那么大的月跌幅 在6月中的时间 在6月中的时刻 我们还特别提醒大家 不要过度恐慌 在5月份也提醒大家 不要过度的恐慌 就是空头要小心 为什么 因为它不会出现 那么大的月度跌幅 现在7月底了 我们回顾看 我们6月份的一个观察 其实仍然非常非常准确 可是准确要注意到重点 我们现在小周期看得到 大周期就看得到 你小的都看得到 大的就已经看得到 大的看得到 小的不见得看得到 关门这是逻辑的问题 现在要观察 因为这一波的周期下滑 还没触底 可是欧元区的升息周期 才刚刚启动 这根本就是要了命 所以我们看到后面的组叠段 大家拭目以待 不要有乐观 大家可以慢慢等待 好 我们就要回来观察 只要把这个比较一下 把美国欧洲跟中国做比较 我们就看出了一个方向 因为我们一直跟大家提醒到 中国的采购经验指数 是领先于欧洲跟美国 领先不见得了不起 因为领先触底就领先做头 领先做头就领先触底 所以领先或滞后 不代表经济体或国家 发展的比较先进 或发展的比较落后 只是各个经济体 有自己的周期 所以领先或这个滞后 领先箭头 你就要小心 领先见底你可以乐观 可这个滞后关系 相关系其实跟强弱没有发展 只是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变化 我们看到 从整个美国 欧元区 跟财新 中国的PMI 来做个比较 可以比较明显看到 因为现在中国正在触敌反弹 这个触敌反弹 我们在两周前分享过中国地区 大陆地区的信贷脉冲 并没有进一步的扩张 这就跟我们标题有关 因为中国在防通胀 除非失业率失控 不然进一步的宽松 你不要去做任何的期待 美国在防失业 美国在防失业 除非通胀可控 不然紧缩会一路到底 因为他们的本线 主线现在控制住了 可是最担心的风险 同时发生了 同时发生了 所以到底是要顾通胀 还是要顾失业 到底是要顾失业 还是要顾通胀 现在变成非常为难的时刻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从我们之前提供的一个周期循环图 让大家再次了解 很久没用了 因为一条叫做需求曲线 一条叫做攻击曲线 为什么红色的攻击曲线的波动 会大过蓝色的需求曲线 我们在节目提到 因为相对于市场资讯的取得 攻击曲线 在变动成本的取舍之下 它可能有更多的产出弹性 所以攻击曲线跟需求曲线之间的关系 比较不一样 特别是在变动成本 跟边际收益的决策当中 供给的扩张跟收缩 常常会比需求来的更多数量弹性 数量弹性 这跟大家报告 所以为什么红色线比蓝色线的波幅来得大 我们也提到 因为景气周期就是四个循环 当景气翻扬的时候 当第一个会碰到的是被动去库存 就这个阶段 景气变好 货架上东西越来越少 然后接着会主动开始加库存 随着景气翻升 企业或供给端会主动加快生产 更多的备料来迎接景气的高峰 随后会进入一个被动加库存的阶段 就是现在 现在像半导体就非常明显 叫被动加库存 需求建立之后开始滑落 可是厂商的供给在极短期当中 并不能快速的减少提供 减少生产 所以会出现一个被动加库存 随后会出现一个主动去库存的阶段 从主动去库存 再到被动去库存 再变成主动加库存 到被动加库存 这就形成了一个商业周期的观察 通常两到三年 会完成一整个周期的发展 通常两到三年 会完成一个周期的变化 大家大概是这样观察 现在观察这个周期 因为这次周期被扭曲掉 这次周期被扭曲掉 为什么扭曲 被新冠疫情给扭曲了 也就是在2019年 其实全球的景气都到达顶峰 可是在2020年第一季 全球景气瞬间的崩溃 瞬间崩溃 而这个崩溃并不是供需两端的调整 而是因为新冠疫情带来的社交隔离 随后的反弹 更多的是官方的货币跟财政刺激 所以过去这三年 全球的商业周期 我们提到的库存周期 是被扭曲掉的 才会出现我刚刚一开始破题的 这一次的修正 要帮上一次的周期来买单 而这一次的修正 不仅要把上一个周期买单 也要把过去10年的周期 进行一个市场的清算动作 这要大家特别做观察留意的 从现在观察 因为中国的PMI领先见头就领先见底 可迟迟并不能见到有效的回升 现在的回升主要来自于4月5月 特别是长三角的社交清零 所以这个低点是打得非常低 虽然见到了绝对低点 可是并没有V转的能力 因为货币端并没有进行闸门的打开释放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失业率还没有形成危机 所以中国的人行仍然在防通胀 我们看一下欧洲跟美国 现在下额速度越来越快 其实我们在今年上半年 跟去年第四季就画过这个图 当然你还记得吗 今天我们修过 因为去年时候我们把欧洲画在这边 美国画在这边 中国是画在这边 这是去年第四季跟今年第一季 现在就照我们的故事慢慢走 而且很准 他们顺序不会插队 就是按照顺序下来 所以现在中国还在底部这边混 美国已经下来了 还没处底 而欧元区开始出现一个滑落 而且欧元区滑落 看样子会越来越快 这是个周期过程 要超车的可能性不太大 基本上是这个循环过程 为什么这次围期会放大 再次讲调 就是因为紧缩正在发展 好 那我们今天要观察一下 因为按照中金的一个报告 统计到上周 全球央行进入加息周期的比例 来到了76% 这是创下1946年以来最高 1946年就是二次大战结束后的隔一年 这是创下了1946年以来的最高 目前全球央行加息的比例 是创下地心高 所以我们见证了一个什么时代 我们见证了一个连父亲 连你的爷字辈都没看过的年代 各位朋友 我们现在见证历时刻 这一次的加息 是创造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里程碑 上一次加息发生什么事情 发生美国经济的大崩溃 大萧条 发生什么事情 就是马歇尔的欧洲的投资计划 透过创造欧洲的重建 给美国的过剩产能 带来一定的市场 同时韩战的爆发又消耗了美国过多的库存 所以整个欧洲的马歇尔计划 亚洲的韩战 基本上是美国调整自己一个最重要的方法 所以我们有时候换个角度做观察 我们先不要讲大陆解放军多厉害 把联合国部队逼到了 应该是釜山的海边 踹着到跳海了 怎么又打了回去 打了回去又退了回来 我们可以讲解放军很伟大 但你不要排除 这也可能是美国在消化 它的战略物资 战备物资的一种方法 透过这种来回的消耗 才把库存给打完 另外马歇尔对于欧洲的重建 还有包括世界银行 包括世界亚洲父亲银行 欧洲父亲银行的建立 是另外创造新的市场的重建 所以一连串动作才解决了上一次的问题 好 现在又来了 所以怎么办呢 怎么办 需要少战争 俄务战争够不够 看着不够 可是又打不起来 所以库存就淹色了 而且传统的生产力不能有效的去化 这会形成一个非常恐怖的经济的结构 经济的一个结果是非常惨 所以大失业潮必然会发生 大失业潮必然会在明年开始发生 社会的波动或对立 也会从明年开始非常明显的发生 因为没有出海口 制造能力跟制造的产品跟库存 没有出海口 没有输出的地方 它会形成一个验射弧 这会给全球经济带来极大的打击跟困难 全球的负利率债券 已经从2020年的18兆美元 现在剩下2兆美元 而这2兆美元 基本上我们从这个图可以观察 大概就是日本的资产 所以日元现在作为最后防线 日元作为最后防线 它的一个崩溃 这是我们拭目以待的 一定崩溃 一定不要怀疑 我上礼拜我还跟我几个 好朋友好同学吃饭 他们说买日本资产 我说母汤千万不要 日元的贬值 不要去做任何的期待 掉下来的刀子 你不要去接 尤其是锋利的武士刀掉下来 你要特别当心 对于汇率的贬值 会如何进展 不能估计 不能估计 一旦出现新的一波变化的时候 日元会贬到200 贬到300 这种几率虽然很小 但不代表不会发生 不代表不会发生 需要特别做观察跟留意 好我们看一下 因为美国现在干嘛 美国进行紧缩 美国紧缩的背景 我们从这张图做观察 因为美国透过2008年吃大海啸之后 已经完整修复了很多部门的杠杆 第一个我们看到家庭部门是红色这条线 红色的家庭部门的杠杆 现在已经拉条线过去 已经回到了本世纪初的水准 另外我们看一下金融业的杠杆 也几乎回到了本世纪初的一个位阶 企业部门的杠杆 现在也回到了本世纪初的位置 唯一的杠杆是加在政府部门 从最高一度来到135% 就是GDP的135% 就是美国国家的债务 政府债务是GDP的1.35倍 可是政府的高杠杆 基本上让美国的 包括了非金融的企业部门 就是黄色这条 包括了家庭部门 包括了金融机构 都做了非常完整的调节构 大家特别担心 美国现在准备好 美国的信业 美国的银行 美国的家庭 结构都调整完 中国的供给侧改革 是2017年开始的 现在只是改革的路上 所以很多官媒问说 怎么看待河南 村镇银行的挤兑风暴 这什么关系 这事情是发展的必然 大家不要很久 有很多台湾观众见王正 你去看看台湾1999 2000年 2001 2002 2003 当时台湾的农会信用合作社倒一片 15家银行倒掉了四分之一 别开玩笑 台湾的挤兑不会比大陆来的少 台湾光怪陆离的故事 也不会比大陆来的轻松 这是必然 所以一旦进入收缩环境 这些都是象征 这些都是讯号 在紧缩的必然 就会出现 就会出现 目前是美国把金融机构 把非金融企业 就一般企业 把家庭部门杠杆 已经回到了2000年的水平 其他的经济体或其他国家 有这个条件吗 美国能够紧缩 美国能够去赤字 能够去宽松 原因是他的金融企业 银行 他的企业 他的家庭 其实做好了相当多的准备 我们回来观察 因为美国现在的宽松 主要是来自于对政府债权 这是截至到今年年初的数字 所以只要把政府的杠杆给关掉 美国的货币宽松 跟超发货币就自然解决了 现在要不要关掉 现在即将关掉 即将关掉 所以美国自治的问题 观众在未来几年 按照美国政府的办公室 可以看到很清楚 正在收缩 可是很可悲的地方在哪边 在于全球四大央行 另外三家 欧洲央行 英格兰央行 他们也跟进紧缩 完全不了解 美国已经收缩 跟结构调整完成 最可怜的是欧洲央行 竟然在做傻事你知道吗 还在做疯狂宽松 而日本央行是变成僵尸 什么都不变 近代判决 可是从全球四大央行 以美国美联储为首 在收缩的过程当中 必然会跟全球的股市价格 直接形成高度的正相关 我们从前面的角度观察 可以看到美国的收缩 美国的割韭菜 美国财富转移 正在走到最后一步 他不会轻易放手 所以在9月份 最后一次加息结果之后 我们是大预告 9月份就最后一次加息 明天这礼拜升息 9月份就最后一次加息 后面就所谓的缩表 而缩表的速度 对于全球财富 移转的大功 即将告成 所以目前美国在紧缩过程当中 整体的金融条件仍然是非常宽松 大家不得不防要特别小心 尤其是第三季末 跟第四季初 全球主跌段开始 我们早在今年第一季第二季 在股市大跌的时候 我们就跟大家提醒到 尤其是油价在何时跌破90块钱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讯号跟指标 分享给所有的金钱报观朋友 感谢大家收看 明天同学时间晚上8点 杨树关在金钱报与各位再会 感谢大家收看